我们都知道大熊猫在产下双胞胎后 由于母乳和身体的原因 大熊猫妈妈只能哺育其中一只幼崽 另一只宝宝则暂时由人工养育 乔义吃的好 乖乖的坐在怀里 又不动 所以不乱抓 是吧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交换 暂时回到妈妈身边 就这样 双胞胎也在大熊猫妈妈和奶爸们的照顾下 顺利成长 今天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日子 就是 归还一唱的宝宝 咿哟 �哟 变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让她母亲更好的辨别她自己的幼崽 就往她幼崽身上涂抹一些母亲的分辨啊 尿液啊 让她更好的去识别她自己的幼崽 尤其是母猫经常舔尸的地方 特别的重要 比如说她的腹部啊 身上啊 虽然是看得很脏 但是这是为了让她妈妈更好的认识她 好 接下来就把她的这个幼崽 跟她原先的幼崽放在一起 一场腰儿换回了哈 把这带好哈 把腰儿换回了哈 好 过来磕骨子嘛 去 磕骨子 去 磕骨子 有点饱好哈 你看她是不是经常那些 我去舔一下 磕一下 她要先识别 她到底挺好的 已经在认可她了呀 她觉得这个就是她的幼崽 你看她们 再见 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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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同时服务两个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只需要我们自己 平时多注意一下 其他的细节方面就行 长白儿 在这带号号 你好不容易过来了 赶快为他赖 乖乖的 长白儿